蝴蝶藍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以前有為各位介紹 蝴蝶藍我用三種不同的方式來種種看 那我今天就要來跟各位講 他們的生長情形大概怎麼樣 桌上我已經把他三盆都拿出來了 那第一盆就是當初我用樹頭 你看樹頭的形狀上面就種了蝴蝶藍 然後第二盆就是用木炭來種的 那第三盆就是用蛇木屑來種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的感覺就是說 種的比較好的話應該是 這個木頭的和這個 這個叫什麼木炭的 然後這蛇木屑我感覺 就是它的根好像發展的不怎麼樣 就是應該不如想像中的好 感覺好像根不太有活力 不太有活長力的樣子 它就這樣瘦瘦的 乾乾的 所以好像都皺皺的 對 其實這些蝴蝶藍也是我那個 也是算老豬吧 三個都是老豬的 可是比較起來 這個就顯得 顯得差異性比較大 就是感覺 長得比較沒有活力 沒有生長的跡象 對 所以我覺得用蛇木屑來種 沒有很理想 沒有很理想 因為沒有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看完這個蛇木屑 再來我們就看這一個 這是用木炭 木炭來種這個蝴蝶藍 各位看 好像它的葉子還OK 也是滿綠的 這個是也是長出來的 可是因為可能有摺到 所以它就變這種形狀了 然後再來它有芯葉 芯芽 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 這個蠻翠麗的 蠻翠麗的 而且 這個 這是附在裡面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羹齁 它比較 包住這個 木炭的 它就已經 緊緊抓住木炭 卡在那邊 好像木炭撥不起來 對 長在木炭的裡面 撥不起來 對 拉不起來 木炭拉不起來了 已經被它緊緊的 套住了 而且它的根也長得不錯 對 這很多新的根出來 這個 你看 可是它已經卡住了 對啊 可是我可以給大家看 可以看得到嗎 這些白色都新長的根 這邊還有嗎 這邊也有 這邊 這邊也是 這邊也有 小心 知道了 唉唷 這邊還有沒有 看 這卡住了就沒辦法拿 對 它已經把它 對 像這整顆都很硬 拉住了 你看 不能用力拉 會拉斷 對 會拉斷 感覺用木炭來種 好像 滿理想的 跟好像 都有白色的 應該都還不錯 滿理想的 你看 這邊跟很多 白色 剛才有 給大家看 對 把它放大一下 給各位看清楚一點 好 抓在木炭上面 嗯 這邊 翻過來會比較好看嗎 這邊 對 你看這邊都有根啊 這邊很多 它都卡在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種 用這個方法應該是OK的 對 那這木炭大小就各位斟酌啦 對 就把它放進去 對 那時候我沒有敲得很碎啦 如果各位也是可以把它敲碎一點 大到小小混著種 應該都可以 對 對 上面可以丟幾顆那個蘭花肥料 可以喔 但也差不多可以丟了 嗯 所以感覺 用木炭來種蝴蝶蘭 對 好像 應該也 水分應該也夠吧 透氣性應該也還OK 水分跟透氣性都很好 所以它才會有新 算是新葉吧 新芽 新葉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看這一個 這個是 木頭嘛 當初我是上面有給它包那個水苔 嗯 其實也是有新芽出來 應該叫什麼 跟新的嗎 應該這些都有 對 這個就是新的 你看 有嘛 這邊有新長的這邊 這兩個 好像一根還是兩個 這邊有 這邊各位看這邊 有嘛 嗯 嗯 所以這個 這都長得還不錯對不對 對 長得還好 這 都有發心芽 應該這兩個都不錯啦 木炭的還有用那個 木頭包水苔的這個都還不錯 然後這個蛇木穴 以我們的實際觀察結果 好像 比較不理想 對 對 所以我們打算就以後用這兩種就好了 以後就用這兩種方式來種蝴蝶蘭 對 試試看 然後這種我就不考慮了 對 那這也是我們就實際 那我們家還有很多 我們家還有很多 在哪裡 很多 這個不是還有一大包嗎 有啊 嗯 對啊 就是有 有人又說我們很多蝴蝶蘭 我又可以好好來做實驗 好吧 對 那這個我們就放棄了 那將來就會用這兩種方式來做做看 對 那各位如果家裡有蝴蝶蘭啊 如果想在也可以試試看這種方式來弄弄看啊 也是蠻有意思的 也許有意想不到的好結果 好 以上是我為大家介紹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請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 拜拜